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贤永先生 白贤人你好 文贤好 过去跟白贤人谈过几次话 都是在广播里头 我今天特别荣幸访问你 因为你正出了两本书 在我手中 父亲与民国分成上下策 这上策是蓝色的 下策是红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明的 前面的父亲是一个君荣 而且一生在各方作战都挂满了勋章 这个勋章可不是蒋介石给的 是整个中国人的历史该给他的 后面的红色代表的是父亲晚年 其实以泪洗面的岁月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白贤永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一个成名的作家 而且他所完成的作品 至今在历史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 包括台北人 台北人里头的郁青嫂 包括写他父亲的隐喻性的作品 国葬等等 可是为了完成父亲跟他有关的书 据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那白贤永甚至写起他的人生回忆 数由如此 都没有写爸爸这么辛苦 这么困难 所以对我而言 今天访问白老师 而且访问的是他一生最困难 也早就最想完成的真正的书写 写你的父亲 那今天访问白老师的时候呢 我会特别想谈一下 为什么描述父亲的人生对你那么辛苦 那么困难 本来写父亲就难 而我父亲又特别的 他的历史太复杂了 从你看辛亥革命 从武昌起义 他就参加了 一直到最后1949跟共军打的最后 可以说他一生跟民国史简直是贴在一起 我昨天特别一直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一直在算年龄 然后在想自己 白贤永的爸爸 白重启将军 他得到这个将军的名称 这绝对是实至名归 他出生于1893年 1911年 他以赶死队的身份 他不是一个什么像张志栋 当时武昌起义那些洋务军队 在当地就是起义了 不是 他是以赶死队的名义 18岁 对不对 等于是 18岁 一个18岁的蛙 然后就以赶死队的名义 然后就想进到武昌 就参与民国 就是推翻清朝 结果你的祖母知道 他的儿子想干这个傻事 我就看到你书里头写到 就想办法叫人家 在关口里头要来助他 然后呢 关口的要把他拽回去 那我父亲呢 就从另外一个门溜出去了 他那一步打出去的时候 决定他一胜 那一步打出去 到了武昌 参加最后的那一刻的武昌起义 他就等于是参加了整个民国史的 到洪流投进去了 在民国史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白崇玺 如果有机会自己写历史 可惜爸爸没有 我觉得晚年的他 很可惜我不认识你父亲 他当然更希望是儿子写 我相信如果我有机会 可以写你父亲 他会流着泪 说这里头的点点滴的故事 他是一个热血青年 18岁 当赶死队 老母亲要拦住他 他把武器交给了朋友 然后自己从另外一个关口 你讲的很非常 就像你描述小说里头 非常戏剧性 内部一踏出去 他的人生从此踏上了民国史 踏上民国史之后 最有名的就是 他参与了北伐后来 真正的悲剧 从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北伐到一个段落 他就和蒋介石闹翻了 对 所以我在书里面 对蒋规战争 我写这个标题 我写的是最不该发生的一场战争 那就是这个北伐完那时候 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 可是我看了那些资料 我都觉得说 那时候是国民党统一中国 最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是好不容易中国人 其实在研究中国的大革命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哈佛大学的女教授 叫做Sida Scotspur 他写了世界三大革命 俄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中国的大革命 他怎么界定中国大革命 从1911到1949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这38年来都在战乱之中 所以在1928年 就是民国17年的时候 北伐当时将近是完成的时刻 他本来有一个机会 让中国的老百姓 不要再过战争 颠沛流离的岁月 可是他清党 先跟共产党闹翻 国共本身在那个时刻分裂 接着 他连自己国民党里面的贵系 他都容不下 所以我觉得我看你父亲 他是踏出桂林 当赶死队参加了国民党同盟会 可是这个国民党呢 却被蒋介石给并吞掉了 结果最后最不堪的 我觉得对这个老将军来说 那个时候他当然不老 对一个人来说 等到民国17年 192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中央军队 到桂林来打你爸爸 是不是这样 他变成了蒋介石眼中 国家所界定的一个中央政府 眼中的叛徒 是的 那时候当然很复杂 不过就是说 那个时候 因为广西军 贵系那个打完陪伐 势力就突然间膨胀 功高震主 这是历史 一直有 常常发生的 那我想 那时候可能赶到 蒋跟中央军 在感受的威胁 有这种感受 那所以我想跟贵西的 这一张蒋介战争 一打了以后 引起中原大战 然后也给了共同党 跟日本人的机会 中国最可怜的是老百姓 对不对 就是从1911年的革命 本来以为推翻了满清 中国有一个新的亚洲 第一个共和国诞生 有一个稳定的 安居乐月的岁月 但是少数的政治领袖 永远不给中国老百姓 这个机会 北伐的梦完成了 统一了 但是他认为 他的权力 没有集中统一在他手中 又开始了 那民国史呢 到底怎么样看待 怎么研究 现在在大陆有民国史热 那最近呢 写民国史 被公认写得最好的 除了你之外 就是齐邦元老师 你是透过父亲 因为你的父亲 等于是透过你父亲 这个人物 他在民国史里头的角色 也让我们看出来 那里头的一场 又一场的战争 也看到一场 又一场的斗争 也看到一场 又一场的革命 有些革命 你父亲是英雄 有些革命 你父亲是悲剧英雄 有些革命 你父亲是战败的英雄 不管是哪一个角色 那齐邦元老师呢 也在你的新书发表会里头 他谈到了 写民国史的困难 写民国史的悲凉 写民国史的必要性 齐邦元老师 现在几岁了 白老师 齐邦元老师 现在几岁了 他86 但是他那天在你的新书发表会 完全看不出来 他非常 出口成章 齐先真不得了 他的那个思路是清楚 而且他对分析事情 这种的理 这个非常清晰的 这个是很 非常佩服他 那天你的新书发表会 晚了以后 我特别去跟齐老师致敬 那我跟齐老师致敬 我说齐老师 你讲得太好了 他说我是有做准备的 换句话说 你邀请他来参加新书发表会 他在他的养老村里头 一个字 一个字写下了 他希望有人 专属民国史的感情 那你自己对这个民国史 今天你透过父亲的身影 重新去专属民国史 你个人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 这个民国史 是我们 不管你对他怎么看 总是我们一部分 我们的历史是 所有 所有中国人的 所有中国人历史 所以我觉得 还原真相最要紧 你在还原真相的过程 你恨蒋介石吗 我这个时候 我75岁了 我觉得我已经 这个时候写我觉得很好 因为有一种 一种包容宽容的眼光 来看历史 所以我觉得他们 我看到他们两个人 其实是一个 我看得很难过 很难过哪里 是个大悲剧 如果你二十几岁 你写国葬时几岁的时候 写了二十 或者国葬的时候 三十 父亲过世的时候 父亲过世以后 过世以后写的 那时候如果写的话呢 那时候就很不一样 你就很恨他吗 有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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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觉得 比较更了解 整个 整个的情势 不像他们两个人 我父亲跟蒋介石 他们都很爱国 可是蒋介石更爱权利 是啊 但他认为他是爱国 至少知道 他们的这个 打日本人 他自己的 但是最后悲剧收场 悲剧收场 整整等了四十五年 当时写国葬的时候 我记得白信勇 所用的文笔 他谈到老将军走的时刻 他身边的随从 身边的亲信 对于老将军的死 所感觉的愤怒 但是足足等了四十五年 历史在白信勇的记忆里头 从来没有消失 但是那些情感 慢慢地沉淀 他透过父亲 完成了这本书旗 民国与父亲 上下两集 接着他才要写 白虫习传 我们来看一下 齐邦远老师 也是巨留和的作者 在白信勇老师 轻称他叫做齐先生 可见他在你们心目中的重要性 86岁 出席白信勇的新书发表会 他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 那虽然他话说的慢 但是字字珠奇 我们大概播出其中一大部分 谢谢各位朋友 我其实当然不愿意告诉你们 我比谁老 因为今天这个场合实在是我一生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从很小的时候 崇拜军人 崇拜大将 崇拜抗战英雄 所以白将军白重喜是我偶像之一 用21世纪的话来说 在三十多年来 我和白信勇每次见面 都要讲个不停 拉拉扯扯说 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 赶快写啊 我们两个说的大概不超出这个范围 很远 说了三十多年 他大概想我没希望了 结果呢 我拼了老命 或者我拼了我年轻的命 把它写 我那些年 一心一意 什么都不想 真的是清灯古佛 写我心里想的事 有的时候夜里 夜深人静 自己在那千军万马流泪 我在想 人生怎么可以这样过去 我看了那么多的事 经过了那么多的事 我怎么能不留痕迹 叫那些人都白白的死了 我跟仙荣见面 讲的是这些话 一讲讲三十多年 结果今天 他的书正式发表 诸位可以了解 我是仅次于他的兴奋 因为我真的是 跟他讲了三十多年 当他开始写台北人的时候 他只有二十多岁 大家背后都说 他是白崇喜的儿子 所以他受很好的教育 他不见得 教育不是与父亲有关系的 可是骨头跟血 和父亲有关系 在台北人这本书里 我最喜欢国葬 因为国葬很明显的 有白将军的正面的故事 可是写得太少 对于他的文字武功 对国家的贡献 一生的犯难 竟没有写得太多 对他的气节也没有写得太多 英雄陌路在出病 从中山北路到元山到东烈池到这些地方 这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最后的路 我希望他写英雄当年的事 他刚写了台北人 很多人说他怎么不写一点他父亲的事 但是他写的那些刚刚来到台湾的 落户的 失忆的 悲伤的人 写的他们的惆怅 他们的失落写得那么深刻 连我在内真不懂 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年轻的无忧 看到了一短的一件三个月 我预想是 那些发展得很危险